至於降膽固醇的方法 就是我們要進食一些優質的油 去代替一些劣質的油 暫時在我們的認知裡面 就會收到很多資訊 就會說橄欖油會比較優質 但是其實在現在這個社會 我們會發覺那些資訊 是會不斷改變的 但是我都相信有些人的分享 他就是說他自己本身有膽固醇膏 但是他做了一個什麼的方法 就是他在每天裡面 都盡量吃一些海鮮 例如是三文魚 一些含有豐富奧米加3的肉類 還有吃蔬菜 然後他每天都有一些運動 例如是一些散步 或者是急步行的運動 每天有半小時 他那個膽固醇就會降低 了